7种该洗却从不洗的生活用品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经常受到细菌的侵害 因此一定要注意居住环境的干净卫生 一些不常洗的生活用品同样脏得不得了 你知道身边有哪些最该洗却又被忽视的生活用品呢? 整心 整心藏有大量满虫、死皮细胞、霉菌及真菌 所以早起后鼻塞 很可能与肮脏的整心有关 手机 手机经常接触办公司桌面或餐桌 更容易染菌 齐光滑的玻璃表面是细菌传播的最佳工具 钥匙 经常与手接触的钥匙 带有大量细菌 应定期用消毒湿纸巾擦洗 牙刷架 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发现 27%的牙刷架或牙刷杯 受到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感染 钱包 钱包长接触手、钞票、柜台等 更容易染菌 饮水机 研究发现 至少50%的水箱存有霉菌及酵母菌 因此饮水机及咖啡机等药定期清洗、消毒 切菜板 有些人的切菜板用了很多年都没有更换过 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 因为几乎所有的菜都要经过切菜板 刀在切菜板上所产生的硬痕 刚好形成细菌躲避的好地方 这些日常生活中一积累病菌的小物件 千万别忘了要常常消毒或更换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